新疆三峡的所在地 阿尔塔什位于新疆刹车县境内 拥有连绵起伏的群山 包裹着一望无尽的山间坦途 开车绕着盘山公路下行 不久后便能进入阿尔塔什村 千莫交通 鸡犬相闻 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陶渊 也是我们眼中的阿尔塔什 伴随着悠扬的驼铃声 马蹄声 牛叫声 人们从这里出发 沿路简沙简石 清晨到黄昏 山间的明暗交错令人心醉 偶遇湖泊捧一掌也是清澈无瑕 落差巨大的山脉 室外桃源般的环境 污染较小的水源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的工程 缓缓地被拉开了序幕 由于主体工程所在 区域地形复杂 在设计 施工等方面需克服 三高一身 事件性设计施工难题 一般的水利工程 要么深覆盖层 要么高坝或者就是高边坡 只有一个难点 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 集中了所有的难点 由此 被业内专家称为新疆的三峡工程 那么为什么修建难度这么大 我们还要坚持修建呢 在修建过程中 我们又遇到了哪些问题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发源于万山之祖 万水之源 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 东路卡拉昆仑山脉 由世界第二高峰 乔戈里峰 雪水融化 汇集成的叶尔羌河 时而温柔 顺从 时而狂躁 暴灭 他在帕米尔高原 奔腾298公里 为塔什库尔干塔 吉克自制县的农业灌溉 农牧业生产 以及水库 电站等建设发展 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大水年份 洪水泛滥 洪灾频发 对途经的农田 村庄 道路 通讯设施和电力设施等 都会造成严重破坏 狙击在近1949年到2021年这61年间 叶河流域发生洪灾 竟有39年 可以说 沿岸800多万人民群众 常常深陷水患之苦 为了有效控制叶尔羌河上游山区洪水 解决叶尔羌河流域灌区 春汉秋缺东窟的缺水问题 和灌区农民群众沉重的防洪负担 改变流域和南疆三地州电力短缺状况 改善叶尔羌河流域生态环境 推动流域和南疆三地州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在位于喀什地区沙车县 或是拉斧湘和克州阿克陶县库斯 拉斧湘交界处的叶尔羌河上建设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 确定为国家十三五期间100项重大项目之一 该工程于2011年10月10日奠基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由兰河大坝 泄水建筑物 发电饮水系统 电站厂房 生态及流放水洞等建筑组成 规划水库正常蓄水位1820米 最大坝高164.8米 水库总库容22.49亿立方米 电站总装机容量755兆瓦 设计年发电量21.86亿千瓦时 主体工程由中和集团新华发电公司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理局于2020年10月完工 总工期为74个月 2021年7月18日 阿尔塔什电站三号机组首次并往发电 7月27日 阿尔塔什电站四号机组并往发电 在短短的10天的时间 阿尔塔什电站两台机组顺利并往发电 8月10日 阿尔塔什电站在传捷报 2号机组并往发电 8月17日 阿尔塔什电站末台机组 1号机组并往发电 30天 实现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主电站所有机组并往发电 将内装机规模最大电站实现了全部并往发电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 作为新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加之具有的高坝 高地震烈度 高边坡以及坝基百米级深厚覆盖层等世界性技术难题 因此被业内专家誉为新疆三下 其最大坝高164.8米 水库总库容22.49亿立方米 电站总装机容量755兆瓦 设计年发电量21.86亿千瓦时 工程总投资109.86亿元 工程建成后 在保证向塔里木和生态输水的同时 具有防洪、灌溉、发电等综合功能 可有效控制上游山区洪水 结合规划地方建设将下游重点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 从不足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 一般防洪对象的防洪标准从2.5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 可年减少1000万人次的防洪投入 有效解决叶尔羌河流域灌区春汉缺水和农民群众沉重的防洪负担 改变流域和南疆三地州电力短缺状况 改善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和叶尔羌河流域生态环境 推动流域和南疆三地州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先后四次被评为年度全国有影响力的十大水利工程 阿尔塔什工程具备防洪、灌溉、生态、发电四大功能 但我们一直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这是政治任务 也是阿尔塔什工程的初心使命 从工程建设到运行阶段始终都不能变 新疆新华水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新华业和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张保虎说道 防洪灌溉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 千年水患解决了 大漏大汗的时代过去了 看老天爷脸色的时代过去了 现在是稳定可持续的可空用水 与此同时 新华发电公司还坚持生态效益优先 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里面 贯穿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始终 积极地与设计方、建立方、施工方等沟通 按照国家生态环保的要求 投资建设两台生态电站 保障流域生态用水 生态电站全年发电时间为7080小时 发电量可达4.08亿度 经济效益也非常好 另外 投资3000万元建设的鱼类增值站也传来了好消息 作为目前夜和流域批复的唯一的鱼类增值放流站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鱼类增值放流站 2020年6月首批列赋予人工繁育取得成功 2020年9月末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举行了第一次鱼类增值放流活动 分别在枢纽水库枯尾和枢纽坝纸下游放流10万尾鱼秒 2021年5月 分别在枢纽水库枯尾和枢纽坝纸下游放流25万尾鱼秒 如今 叶尔枪和这条苍龙已经被驯服 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高霞出平湖的壮景 然而让张宝虎谈级最多的 却是千千万万的建设者 因为他们攻克了多项世界级工程建设难题 对于阿尔塔什工程的难度 大家通常用三高一山来形容 第一高 是指高面板堆18位164.8米 加上可压缩覆盖层深度的总高度达258.8米 是目前世界上 百米级深覆盖层上的最高面板堆18位之一 第二高是指高边坝右岸微岩体处理高达600到800米 是世界水利水电工程最高的边坡处理工程之一 第三高是高地震猎度达到9度射防 是目前世界上在9度抗震射防猎度区域建设的最高面板堆石坝 一身是指坝基覆盖层深达到94米 也因为此 该工程在世界上尚无同等规模工程可供借鉴 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迎难而上 创造了多项优秀业绩 大坝填柱创下了单月最大填柱量 170万立方米的世界同类工程施工记录 目前 大坝坝体最大沉降量小于国内同类型面板堆石坝平均水平 大坝沉降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工程建设过程中 新华发电公司利用数字化手段的应用和埋设在大坝里的多种先进监测一切 保证了大坝的碾压内部密室 确保大坝有了铜墙铁壁一样的强健身躯 阿尔塔什工程将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 移动互联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工程安全 质量 技术 投资 环保等管理环节深度融合 建成一体化工程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 实现大数据统计 设计信息管理 建设实时预警 建设动态在线 灌浆自动化监测数字档案系统 施工期水晶分析 视频监控在线 其他业务应用集成等一系列信息服务支持 多年来 新华发电与所在的喀什地区 克州建立了良好的起地合作关系 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集群 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影响力 十四五时期 新华发电将立足喀什辐射周边 加强与其他企业强强合作 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路上越走越远 这一工程建成后 兼具防洪、灌溉、改善生态、发电等综合效益 一方面 彻底解决叶尔羌和千年水患 减少每年的防洪投入 另一方面 极大改善叶尔羌和流域灌区灌溉条件 灌区灌溉保证率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 工程还利用核断落差和下泻塔里木和干流生态水 灌溉下泻水、东显水发电 缓解南疆三地洲电力短缺的状况 值得一说的是 坝止所在地阿尔塔十寸 自古以来就是进入喀拉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必经之路 是一个美丽而又神秘的地方 旅友们赞誉玄奘取经东归路 巍巍昆仑第一寸 此外 中国还在新疆展开制沙工作并规划了红旗河工程 红旗河工程的构想更为大胆 它直接从青藏高原引水 采用类似南水北调的方式 将大量水源引入新疆 如果这个工程能够变为现实 将彻底改变新疆的面貌 使其成为内陆地区的绿洲 如今 中国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 旨在带领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 同时也要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 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因为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因此 未来新疆可能会出现更多大胆的水利工程 这一点并不足为奇